妈妈之间的战争 真受不了 是 真是抱歉 对不起了 为什么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呢 对不起了 真的很抱歉 靠出这种分数 这么说是大雄考试又考零分了吗 什么嘛 人家明明睡五觉 睡得正舒服呢 你考试又考得很差吗 是班上第一名了 从后面数过来的 我要睡了 你这个样子还敢睡啊 难道你都没有想过要赢过谁的想法吗 可是如果我赢了的话 这会有某个人输啊 这就是你最大的缺点了 虽然我总觉得你很没有用 原因就出在这里 你就是没有竞争的心态才总是失败 不要一直这样数落我 你是不是有点焦虑 不管是谁在午睡中被吵醒都会这样的 不是啦 我这么说是为了你好啊 真是受不了你 宿敌牛排 嗯 吃下这块牛排之后 竞争的心态就会突然涌现的 大雄真是的 大雄 快点 我一定得去才行吗 没错 还蛮好吃的 妈妈已经吃掉了吗 妈妈 你有没有奇怪的感觉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要出去买菜了 我们跟在后面 野笔太太 来 鲁逢对手 您的穿着打扮一如往常亮丽 甚至包包也做了精心的搭配 穿着打扮并不是花钱就保证一定好 真的是这样 是个人品味的问题 是啊 真的 并不是穿上高档的服饰 品味就会更更变好 从花钱的细节上就能看出端倪了呢 妈妈 你别这么说了 好丢脸 妈妈 会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家是有钱人 我们家是平凡家庭 所以就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 不义之财是无法长期拥有的 有钱人是不会跟人家吵架的 妈妈 这样就够了吧 大熊 你妈妈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是素敌牛排引起的 妈妈 你刚刚不是说要去买东西吗 我差点忘了呢 我也是正要去买东西 对了 今天晚饭吃什么 吃咖喱饭 真是太巧了 我们家也是咖喱饭 奇怪 你不是说晚餐要吃牛排的吗 大人说话的时候 小孩子安静不要插嘴 这样啊 妈妈 好烫好烫啊 不用这么借把肚张的 妈妈的咖喱饭是世界第一号吃的 不需要跟大熊他妈妈那种人一绝高下 那种人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要怎么看不起我都无所谓 虽然我也不希望长江被小看了 可是我绝对不容许你们看不起我妈妈 就是啊 就是啊 你们就继续好好努力吧 是你们活该 这是买菜居然还大计程车 多拉莱莱有没有什么道具啊 他们那样太奸诈了 好吧 我们来看看 进路地图 这个是会教我们怎么走进路的地图 这边 走这样的路绝对有问题 会不会是哪里搞错了 我是照地图指示走的 你们看 糟糕 这是专门给猫咪走的进路 你们看 这条路怎么会突然塞车呀 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 到了 虽然刚刚路上塞车 但时间还很宽裕 马蛮好厉害 马蛮好厉害 真是的 先抵达超市的可是我们呢 我很干脆的 我承认是我输了 那接下来 就看是谁先把东西买齐了 大叔拿马铃薯 多拉莱莫拿红楼 是 小虎你快点去拿洋葱 好 真有你的 彼此彼此了 麻烦请你给我这里最高级的牛戒 我要鸡翅的前端 好的 主咖喱就得用牛戒 要用牛戒 牛戒 用鸡翅的前端 可以熬煮出很美味的汤汁 妈妈 那里人比较少 不行 为什么 那位店员是很客气没错 但是动作很慢 结账动作最快的是 这里 这边结账的速度比较快吧 结果还不知道吧 我奉劝你要认输的话就趁现在啊 女人一旦开始较量就会坚持到最后的 你说多少钱 总共是两千三百零星元 是啊 那你等我一下 真是的 真是的 应该先准备好零钱 可以马上就付钱了 我先走咯 这 麻油 哦 胜负得等到最后一刻才会见真仗 我赢了 虽然在买菜速度上输了 但真正的胜负现在才开始 接着要比厨艺嘛 接着要比厨艺嘛 我们到目前为止是一胜一败 是的 没有错 不过现在才是真正的决战 谁煮的咖喱比较好吃 来吧 一绝胜负 想也知道 我妈妈煮的咖喱比大熊加的好吃一百倍 我们家比你们家好吃一万倍 我加的是好吃一千万倍 我们家 比你家好吃万万倍了 大熊 那个说法是指一亿 为什么你切洋葱不会流泪 因为我戴眼镜 未免太狡猾了 我刚刚忘记买一样东西 就不是我们家特有的高汤 我可不希望你说因为忘了买 所以味道跟平常不一样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我也不需要你手下留情 我的肚子饿了 快饿便饿 对了 爸爸差不多快回来了 有爸爸的份吗 该怎么办 这样的话份量不够 我们家也是 只在意胜负 却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 做饭并不是为了决胜负 应该是为了家人 得增加蔬菜的份量 应该还是行得通的 好 真的好好吃 感觉味道比平常还同意 那是因为鸡肉汤汁的关系 更肉真是好吃 你吃的是牛腱肉 放弃较量了吗 是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觉得彼此竞争不好 就是啊 我们刚刚已经说好放弃彼此之间的竞争了 不过要努力的对象换了 那就是你们了 绝对不能输 为什么会是我的